哈囉大家好 我是迷你爹爹爹 身高183水瓶座 今天的影片是要跟大家坦承 沒有坦承 不是坦承 今天的影片要來判斷 我是不是個渣男 昨天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 它裡面有列了大概二十幾個題目 我一看到這個題目的前三條 老實說 我都符合敘述的條件 然後我就想說 該不會其實我在別人眼中也算是個渣男吧 所以到底這些網路上的標準 對女生來是不是真的算渣男 這些標準真的準確嗎 如果把這些標準放在我身上的話 米露是不是一個渣男呢 所以今天找來一個女方代表 大家好 我是Jolie Jolie 你的英文Vestie 這邊總共有二十項 那如果你的分數超過二十八分的話 就代表你是個頂級渣男 頂級渣男 二十八分以上我覺得米露可能會是男生 對 張南界的OG 對 對 好來吧 第一題 他個性溫厚有很多的異性好朋友 被稱暖男 對 可是好朋友就 就是好朋友啊 等一下這個 如果有的話是三分 外型稱不上帥哥 但朋友都說他是型男 對型男 是嗎 型男呢 算吧 對啊型男 會打扮人就算型男 對啊 有在注意自己穿著跟頭髮什麼的 加兩分 社交場合喜歡穿有質感的西裝與襯衫 加了啦 就正式的場合 那你要看起來體面一點就是啊 啊不是啊 有些人don't give a fuck 你就乖乖被加一分就好啦 喔好了好了 你不要否定好不好 會樂器 攝影或是藝術類的才藝 被大家說有些才華 欸不是吧這個這個這個題目是針對我吧 會樂器 對啊我會彈吉他 會攝影 你就是一個旺空 不知道怎麼樣 不知道怎麼樣 好我是 對加三分 OK 前四題都是無條件通過 對 第五題 再來進入下一個階段之前 如果你還沒訂閱米露YouTube頻道的話 記得先按下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之後再繼續看下去囉 喜歡旅行與戶外活動 很有陽光男孩的感覺 欸這一題 我們終於有一點反駁的機會了 對 我喜歡旅行 但我不喜歡戶外活動 他就是去住外面飯店的感覺 對我不能算到太陽 我是網美 沒有就是你不用加 但是這一題是有的話是三分 所以我沒有加OK 第六題 有一份體面的工作 基本上不愁吃穿 有一份體面的工作這我是不知道啦 就一般人跟我朋友來說 這當Youtuber應該算是一個OK體面的工作 然後看起來不愁吃穿 看起來 這一題加一分 好 我們再來 對於女生非常紳士 被評價為對女生非常細心 這一題加三分 但是我覺得你可以加到三十分 對女生細心錯了嗎 這是一個很 可是我必須要說 你對女生很細心的時候 別人真的會誤會 對我是有意思的細心 還是沒有意思的細心 你對我太細心 我就會覺得 你是不是對我有點意思 你沒有道理對我這麼好 好啦那這一題問你應該蠻公正 從我們拍第一支影片認識到現在 觀察我跟所有女生的互動 你現在會覺得 我有差別待遇嗎 我也沒有吧 我普遍對女生是 就是同一個水平 是 對吧 對 但是就是有心人 他還是會有那個心啊 對 生活不易 迷路歎氣 然後再來 他的社交網站都是非常正向 而且積極的內容 這個我還好吧 有 我很積極嗎 今天也要用心生活 但我有時候有憂鬱的一面 好啦有啦 但是你不會PO給大家說 我今天很憂鬱 你這一題一定有 你這一題加三分 對 加三分 欸你快爆表 第九題 他的社交網站很多美食美景 或是某種的照片 沒有我都自拍照 哪有 你超多美食美景欸 啊就工作啊 不是什麼 我們帶個網紅不就是要做這些事情嗎 好啦所以 算了 你乖乖的被加一分吧 加一分 我就喜歡吃藍色料理啊 我就要去旅行嘛 好無趣喔 我就喜歡喝好喝的調酒罐 我就喜歡穿好看的衣服啊 就是有種被針對的感覺 用心生活錯了嗎 好第十題 已經超過三十五歲 跟你說想要定下來 你還沒有超過三十五歲啊 嗯 你有想定下來嗎 有遇到好的對象 當然可以定下來啊 我剛剛講的話是不是很渣 不會啊 為什麼會渣 我覺得本來就是這樣啊 對 這一題我終於沒有了 對終於 OK 我們來加總一下前面 前面的分數 總共二十題 我們現在進行到第十題 請問九利 我的得分是 十七分 過二十八分 就是頂級渣男的 在頂級渣男的路上還差十一分 所以我大概再中了四題 我就頂級渣男 好 Let's get it 第十一題 喜歡貓狗 家裡可能還有養 加一分 我喜歡貓狗啊 嗯 那如果是旁邊的人的話 的確都會常問我家是不是有養貓 但我實際上是沒有養 但我想養 比較想養貓還是狗 我想養博美或是貓咪 有回答跟沒回答一樣 好 那加一 第二題 在朋友圈子內聲望頗高 屬於領袖人物 是嗎 不是啊 你在你的朋友圈裡面 天啊 好 再來再來 這一題是加兩分 幾乎不跑夜店 不煙不酗酒 生活十分單純 沒有沒有沒有 我不跑夜店 但是我會喝酒 不酗酒啊 不酗酒啊 對啊 那會說算單純嗎 你生活其實還蠻單純的耶 我覺得 那這一題先讓我過放過我 好 那這一題是加一分 第十四題 會下廚做菜 休閒時看書聽音樂很居家 對啊 這是我 對 休閒時會看書聽音樂 錯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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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這就很針對啊 超級針對 但我懂他的邏輯 他的邏輯就是說 可以跟女生聊這方面的話題 不知道我最近看了什麼書 什麼什麼 就是女生會覺得這個男子相對來說 蠻有氣體的 對 OK 這加幾分 這一題加2分 22 其實我真的覺得被稱為渣男是一種 承讚 欸 渣男又很聰明耶 又要帥又要有型又要 就是有技巧 這真的是 是個another level 你知道嗎 第十五題 被朋友形容為懂生活 哇 有不錯的生活品味 對 這一題加3分 我們所有的讚美在此刻都變成 變成是一種負面的批評 對 下一題 好來囉 有健身習慣 經常展現自己體能還不錯 你就是會秀一些就是健身的東西啊 所以當然就是 好好好 加1分 加1分 我們在邊緣的邊緣 26了 26了 七題 好 不會刻意炫富 但是你會從朋友或是其他小地方知道 他經濟實力也不錯 王老師 你回答嗎 是啊 超級啊 默默的 沒有這是加2 928了 我們在第17題的時候 正式成為了 頂級渣男 18題 教有單純 朋友都是有趣的人 我覺得一般人不會認為YouTuber教有單純 我覺得 真的嗎 我覺得 大家會覺得這好像是一個跟演藝圈比較相近的圈子 這樣子 沒錯 自認為我教有蠻單純的 對啊 而且你認不認為你朋友都是有趣的人 等一下 所以如果這一題我認為我單純的話 我還要被加分 然後就更接近頂級 知道嗎 OK 好 19題 總是跟你聊未來的事情 對未來有自己的規劃想法 超有啊 有嗎 有 那要想要做什麼啊 很多人不會啊 這一題加2分 OK 最後一題 對 很懂女生喜歡聊的話題 你跟他聊天覺得非常開心 是嗎 是嗎 超級啊 這一題加3分 你滿分了嗎 我滿滿 我已經頂到 頂到一個不行了 頂到廢了 分數已經 頂到頭了 頂到頭了 頭都快炸了 OK 我來算一下我們的總分 只要獲得28分以上就是頂級渣男 那請問米露在渣男評分表中 今天獲得的分數是 非常驚人的表現是 36分 哇 好 好 以後我的頻道 我就改那個前面的開頭 就說 哈囉大家好我是米露第二第二 身高183水瓶座 外號 叫頂級渣男 渣男界的OG好不好 可以判斷渣男嗎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個表格也是一個超級無敵 好男人的表格耶 對 所以就是渣男他可以很好 但是他的行為代表一切 我來解釋一下 就是你要成為渣男之前 你要先成為一個條件優秀的男人 那這個表格這20個問題呢 的確定義了大部分的女生 對於一個好男人 吸引人的男性的標準 你知道嗎有一句話叫做 善良是一種選擇 你可以選擇你要不要當一個好人 就是你成為一個條件好的人之後 你要不要渣 那另外一回事 因為你要渣 你必須要先去很多的社交場合 你要認識很多的女生嘛 你太宅了 然後要再從這些很多的女生中找到 就是互相有興趣的 才可以開始進行所謂渣男動作 但其實實際上我在第一個步驟上面 我就 我還是在家打電動 我覺得自己比較開心 你能想像嗎 如果中了這些 就是如果這些都沒有中 但是他還是個渣男 那撐不上 真的撐不上 撐不上 這個渣男測驗呢 也不能說符合標準就是渣男 就證明說他是個條件很好的男生 那當然女生遇到條件很好的男生之後呢 就要多放一點注意力 在判斷說他到底對你是認真的還是玩玩的 畢竟他就屬於比較有本錢的內貨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可以訂閱明錄的YouTube頻道 Follow明錄的Instagram 也可以Follow Jolie的YouTube頻道 Instagram Jolie最近有一個 Jolie Jolie的口說生活入門課 如果你今天 學英文很厭世 去補習班很相似 就歡迎大家來 跟我一起練英文 來張藍的英文 Fuckboy OK 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按讚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Bye Bye